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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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都适合大家去 你都需要 如果有时间就非数地读一评 然后不断地了解他在说什么 不断地把那条路搞清楚 就搞清楚这个成佛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开悟到底是什么事 然后这个说我们的本性是佛 这个佛到底无形无相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吧 空性到底是什么 既然说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 不能拿语言表达 那释迦牧 你们讲个啥 是吧 他三藏十二文都是语言嘛 那空性是无形无相的 因为任何一种佛教你成佛 你要成那个东西啊 你的本性是 假如说无形无相啊 既然无形无相的是吧 有个定义也是个概念嘛 我说苹果 你通道中一定有个苹果相 就叫文字相 他说文字也不能表达 就是不可言说 既然不可言说 无形无相的 那三藏十二不在说啥 那佛经在指什么 佛说 我三藏十二不说法就是 子愿的手指啊 那个空性向着月亮 我那个就像子愿的手指 你顺着我这个手指看月亮 你顺着我这个手指可以见性 知道吧 所以佛说法有些是子愿的啊 就是 但是那个东西 之所以不可说 它是可以说的 之所以不可说 是我们人力着相 你知道吧 人力任何一个定义你都会着相 因为否则你听不懂 你不着相 我说苹果 你如果没有概念你听不懂 你知道 你一定绿苹果 青苹果 各种各种相 各种 它是酸的 甜的 圆的 你不会想要听方的 知道 文字相嘛 所以最后佛学里边还有教外别传嘛 就是教义里边有三藏十二步 教外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是禅 佛学的最高心法 不说话了 因为既然空性不可说 那叫教内嘛 你主是在教外嘛 教外别传 达摩 这才是佛最重要的心灯 以心应心 知道吧 教外别传 禅的最高境界 这些你都要了解 教外的说什么 教内的说什么 教内三藏十二步 知道吧 如果你不了解教内的 你就不会不了解 先冲着这个手指看月亮 你怎么能够以心应心啊 怎么能够主师跟主师也以心应心啊 是吧 你就了解不了那个教外别传的那个东西 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 那个东西 施加年华假设微笑 就是 这行为艺术 以前跟上次都 就是直接就应过去了 是吧 万法都是心 直接就应过去 我觉得年华微笑 都已经是多余了 真的是 但是主要表法的嘛 众生你真是娑婆嘛 主要表象的嘛 但是你又不能表成虚空啊 随缘起用啊 就是说 到最后在人道 你还是要施些有的 施些利益的给众生啊 你施行你真的帮到众生了吗 你利益众生 是吧 众生要馒头 先给个馒头啊 所以那些企业老板 人家也是菩萨 给很多众生解决了就业问题啊 是吧 那是也是菩萨的行为 只是没上去到空性政界 如果在空性政界下指导下 你做个董事长做个老板 你也是菩萨道啊 是吧 你也可以利益他 因为有时候你已经不是为了一个人的 吃饭问题解决生存问题 你是为了员工的生存解决 是吧 他们的问题 那也是菩萨道 但是你没有空性政界 那就不是 这是人间的善 人间的善报了 就是 了解教练的 了解教外的 教练的有几步经就了解了 如果你很通通的话 你 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 大家 你先去听闻 先去看 要看 我建议 推荐你 易东门网上不是有法画经 金刚经 能言经 就是 马上还有净土 净土三经 还有 华野 马上会系统的 我建议你一个一个一个往下看 先涉猎一下 就是浏览一下 就是脑子大概知道这首经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么讲 为什么这么说 带着疑问 那就像金刚经 徐布蒂问的 那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是吧 当我发现成就无上正的正觉的时候 怎样降伏其心 我烦啊 我散乱啊 我怎么搞定他 这不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那么金刚经告诉你嘛 说理想嘛 是吧 你一切 关一切梦怀泡影嘛 是吧 当然你烦恼也是梦怀泡影 是吧 对于这个方式 这个肢解来去修 不是让你去做生意的啊 不是不是拿着金刚经 你做生意你很难梦怀泡影的啊 是吧 你很难失败了 做修正啊 去去安心 去安心 就肌肉肌空 你慢慢就成刀 不是说一切梦怀泡影 我们还咋活呢 不夜视了嘛 是吧 就是就是这样 因为 本来本来活着这也觉得很很难 再加上梦怀泡影 这不很更严实吗 活着都严实 是吧 本来一切都难了 大家才学佛的 也觉得苦了才学佛的 然后还要关一切梦 是吧 连那地方乐也没了 乐也是梦 是吧 你不很苦吗 你看看自己的心态 所以修行 你修修修说 老师我看了金刚经 我心态 对这个世界绝望了 失望了 你一定要看 你没看金刚经纪 你就多苦 知道吧 你然后还还要观成梦 你很难的 所以就慢慢慢慢就 是吧 就是你的心怒的变化 看着自己的在变 不要找你自己那个像 你变就变 变成好的坏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如不如定在那儿 旁观 旁观者一直在那儿 这又修定了 修定配合你看经 我觉得现在比较适合你 看经等于是跟佛 在跟弟子们的对话 佛在跟弟子们讲问题的对话 刚开始都是从声闻 佛的弟子都 就算大菩萨开始修行 也要听佛开示的 都也是参加法会 听佛开示嘛 佛对应的讲解了问题 他才回去信受奉行 才去修行嘛 所以闻听这一块 短不了的啊 就是要搞清楚 慢慢闻思修 不断的思考 听思考 既然反而就是我们本来是佛 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佛是什么 佛是什么 是吧 佛不是一切像 到底在哪里 又不是虚空 又不是一切像 又不是虚空 你见闻觉知的 不过就是俩立像 一个万法 一个虚空 是吧 要么就是虚空 要么就是万法嘛 这不就是你头脑中的俩走向嘛 它不是虚空 又不是万法 是吧 你也是万法之一嘛 那它在哪里 又不在虚空里 又不在万法里 你去哪找本性啊 佛说本性 这两个东西也是本性生出来的 它怎么生出来的 知道吧 所以空性 你在那妄想乱动 是吧 好 你把妄想停下来 这不修定嘛 但是微信的妄想 你不是五用结果 微信的妄想你 这个肉体六根 叫兼顾妄想 你停了 那停了 为什么气血还在流动 细胞还在形成代谢 头发还在长 指甲还在长 你能停下来吗 这叫兼顾妄想啊 这个 这个没停啊 你说我入定了三小时 还没成佛 它一直在动啊 哪有 你啥时候入定 就没有绝对的定静 知道吧 只是在那个状态里 你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解脱的 就是你看清实相 沉浸的下来 你看清了实相而已 然后不必进转了 不必众生 你坐在这 不必说破世界影响 就是这样 你就活成极乐了 现在什么都影响你啊 现在我们的苦难是 一个肉体对我们影响 还有我的那些影响 你妈你爸你孩子 是吧 你的事业 你的亲人朋友啊 亲戚就要去影响你啊 要么就是肉体得病了 疼 痒 痒 不就这些啊 佛说这诸相虚妄啊 如果这些相里面没有 你虚困也不是你 告诉我你在哪里 你不是找这个东西啊 你认为你坐在那壁子也能找到 你着相能找到 是吧 你破相你破什么 是吧 就你现在执着的那件事 地球月亮你能破吗 影响你最大你能破吗 你破了 你把地球引力破一破 是不是 不是 但成佛是翘处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啊 他就是破掉的 时空对他不起作用 知道吧 你想想成佛就 这就是觉醒的一个人啊 不是你坐在这儿说是 我本来是佛 你就是个佛了啊 要修正的 一个测误的觉醒的人 他法力无边 在一切处自在 在一切处自在 就在人道 他无所不能 知道法力无边 每件事如果你不能自在 那么肯定是没成到 知道吧 这还用问成了没 开悟就是你刹那这些戒信 直到有这么会 开悟的人有一个决定性的 他也没有借个什么 但是他马上根深蒂固的相信了 他就是那个 我知道 我就是那个东西 啥说不出来 我就是 我知道了 我借了 释迦牟牛说的 那个无喜无效的 不可说的东西 因为诸相不影响他 那一刹那 他就他肯定知道了 诸相不影响 所以定是 其他东西不影响你了 所以为什么不必进转 就不必进转了 这不是影响你了吗 不必进转你就定了嘛 对吧 其实蛮简单 你一定要搞清楚 金刚经理想理想 它就是个方法 就一切想 不要影响你 你就定了 定了你就看到本性了 你就知道本性 借了本性你就要开悟了 按住在那个 借的那个借性那个 那个果位上 如果永远处在那个果位上 保持平常 你就正得了 知道吧 在果位境界上正得了 知道 漫漫气脉身心 全部转化 所有的这个强的障碍 来自于你的妄想和认知 并不是你穿越不了它 这个是你定义了它 所以你就过不去了 就是说你定义了一个物质 你就穿越不了那个物质 你在穿越自己的妄界 就是妄知妄界 这个墙是你在病野看花 看出来的 你怎么能穿越它呢 它是穿越你的妄想知道吧 所以你不能穿墙越边 你没有神通啊 你的妄想停下来 你就穿过去了 你知道 妄想停下来 你就正得了 所以很多人修神通也吧 修什么 停下妄想 定能开启神通聚会啊 是一样的啊 没有什么 就是说 策务圆满得佛是 不只自立 自己正到了一个内政境界 无所不能的境界 知道吧 游戏啊 游戏必尽控的境界 还有利益到无量无边众生 就是利益 你看法华经的 从地永出品 你看释迦牟尼佛度的众生有多少 你以为释迦牟尼佛就成到 两千年前在印度四线 你看在法华经里 说我成佛以来度的众生 已经无量无边了 菩萨也无量无边了 知道吧 不是我们看见的这样子 我们很 看得很小知道吧 看得很小知道 你再有力量 再有什么 你一定要离人像 我像人像 这就像一只蚂蚁 今天我举例啊 我用蚂蚁 大家就会理解一下 一只蚂蚁 看了金刚经 一只蚂蚁知道 这个蚂蚁说 哎呀我好有力量 我本性也是佛 你觉得它能做啥 一只蚂蚁说我本性是佛 我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 发起大悦是吧 它不得离蚂像啊 它的离他的像 不受蚂蚁那个 时空的影响 最主要 它有蚂蚁的肢戒 它的离蚂蚁的肢戒 停下蚂蚁的肢戒来 回到空性里来 因为停下蚂蚁的肢戒 首先它不找蚂蚁的像 它也不能认为它是个蚂蚁 它是佛啊 它才能回来啊 否则它本性是佛 但什么也干不了 知道吧 而且很渺小 知道吧 我们是一样的 蚂蚁 生命 生命是个幻境 如果你不着生命的幻境 不着想就叫蚁蚁 是吧 不是你真的一个蚁蚁 是吧 你在妄动 一切都是你妄念 所以最重要 停下妄想 没有外法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虚空 外法虚空 这都是你造出来的 空性里边 你现在在妄动 你就在造 现在就在造 刹那刹那在生命 所以听懂 所以当你一旦听懂这些的 你对这个世界 你还执着吗 你慢慢慢慢就不太执着 然后呢 你赶紧坐在坐地上 修啊 修财地 然后慢慢慢慢 正得佛说的这个实相 这不就成道了吗 其实你的功夫是 你要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自立立他 把佛的借底告诉别人 这不就是魂法立生吗 就这样 未经许可,不可以 而且还没动 你忍不进来 你究竟 快按照